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孕妇被捕 但还是让那些准妈妈们心生不安 美国的媒体就分析 说这一次的收查 很可能影响到当地上百家月子中心 以及几千名中国的孕妇 近些年来 随着赴美生子的人越来越多 就逐渐滋生了这么一个灰色产业 就是所谓的月子中心 就是专门给这些孕妇准备生产 产后做月子 这些个月子中心 与国内一些移民中介 联手合作招揽生意 按照美国的规定 开办月子中心 第一得要有这个执照 第二你不能够思大乱建 第三要有专业人员 第四住宿 一个房间住几个人 他有规定 而咱们华人开办的月子中心 很多他都不符合这些个规定 由于中国孕妇通常只是通过网络呀 看图片这样的渠道 来了解一些情况 就很容易被黑中介呀 蒙骗 有的孕妇啊 到了美国一看 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像这一次洛杉矶的月子中心被查 主要原因呢 就是私自在居民小区里啊 改建月子中心 而且呢 有的为了这个节约成本 就把十几个孕妇啊 几十个婴儿啊 都集中在一个房间 由一个保姆来照料 这样呢 就存在安全的隐患 除了安全问题 还有签证欺诈的问题 什么意思啊 你像电影这个北京遇到西雅图啊 咱们都看过 电影里呢 那个汤维扮演的这个孕妇啊 明明是到美国来生这个孩子 就说啊 我我是来旅游的 哎 这呢 就涉嫌这个签证欺诈 你像这一回 美国移民执法局啊 他就发现这月子中心的老板 让孕妇呢 扮演成这个什么中国企业家 并为他呢 伪造了年收入和大学文凭 以便让移民官员相信他是来旅游的 文章就说了 美国虽然没有明确法律来禁止外国人来美生子 但如果被发现 你向移民官员说了谎 将可能被永久拒签 另外 这些个月子中心被查呀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涉嫌呢 这个福利欺诈 据统计 已经成功赴美生子的妈妈当中 有60%都申请了美国的低保福利 而且呢 大部分的孕妇啊 她自己并不知情 因为都是月子中心的老板 以孕妇的名义去申请的 这些妈妈 坐完月子 回国了 那低保福利金呢 就都归了那些老板 而被蒙在鼓里的妈妈们 很可能 你下一回想入境美国 那就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涉嫌福利欺账 富美生子会遭遇到的 还不止这些个 要生完孩子 这还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以后啊 还要涉及到签证问题 留学教育问题 移民问题 购房问题等等 就像这个童话里 啊 总是把这个王子啊 公主啊 他们举行这个盛大婚礼 作为一个故事的结局 其实啊 实际情况 这婚礼完了 一切才刚刚开始呢 同样道理 以后能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努力啊 在这里啊 我们就想说 富美生子 看上去 可能没那么美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刘翔退役 刘翔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自己努力过了 感觉该退了 尽管许多人都预料到了这么一个结局 但刘翔退役 还是掀起了一阵波澜 有人就感叹 曾经的传奇人物 终于做出了退役的决定 之所以说这个终于啊 那是因为此前关于他退役的消息 已经传过好多次了 德国媒体用最悲剧的运动员来形容刘翔 这可能很多人呢 不同意 刘翔 谁呀 即奥运金牌巨额赞助社会地位于一体 怎来悲剧之说呢 刘翔 他呀 不只是那个创造传奇一战成名的运动员 他呢 其实还是一个承受巨大压力 在荣誉重负中难以脱身的人 迷恋他的粉丝 渴望他为国争光的民众 这都是压力的制造者 除此之外呢 在一些重大赛事当中啊 他都被觊觎了后啊 国家培养了你 你呢 就得要为国争光 这更是压力了 所以啊 北京奥运会的退赛 让他背负了不少的骂名 而仁敦奥运的摔倒 更让他的信任度啊 降到了最低 一个人的奥运成败 那就成了一个天大的事 对于这样的场景 其实不光刘翔经历过 体操王子李宁也经历过 那1984年奥运会 李宁夺得了三金两银一通 可是你 四年之后在汉城奥运会上 他却颗粒无收 调缓比赛 更是出现了致命的大失误 比赛结束后 在这个休息室里啊 中国体操队六个小伙子 把门一关抱团痛哭啊 回国的飞机上 这金牌选手坐头的上 降落之后呢 迎来的是鲜花和欢呼 李宁呢 一直等到所有的人都下了飞机 他才仓皇离开 后来啊 甚至有情绪过激的粉丝 给他寄来什么刀片啊 绳子啊 那意思你懂的 你看啊 体育给李宁带来了荣誉 也带来了伤害 这是题外话 咱继续说这个刘翔 关于这一次的退役 有这么一种说法啊 说其实刘翔啊 早就该退役了 之所以硬扛着不退呢 是因为商业合同 尚未到期 这个刘翔的商业合同啊 都是由这个体育总局 田馆中心来进办的 这伦敦奥运期间 刘翔一个人背了17个 签约品牌的合同 总价值高达10个亿 如果你提前退役啊 那田馆中心将要承担一个 违约的责任 其实外界对刘翔的印象 对刘翔价值的理解 跟其他的明星运动员呢 还不同啊 和姚明呢 和李娜呀 都有所不同 后两位呢 都受益于这个职业体育 他们的成功呢 有着浓厚的个人成分 但刘翔不一样 他走的还是传统的成功路线 他创造了中国体育的奇迹 自然你就要根据中国体育的规则 来扮演相应的角色 当然了 还有一种说法 说他退役啊 是为了家庭 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前 近来有关他的新闻 都是什么婚变传闻 于是呢 有人就猜测呀 刘翔选择这么一个时候来退役呢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咱不管是为什么退役 现在人们更关心的呢 倒是他退役之后会做什么 有一种说法 他可能在上海体育局啊 在就业走向仕途 本来嘛 刘翔在上海体育局呢 就已经担任了团委副书记的这个职务 在中国奥运冠军退役 在地方体育部门 谋一官半职算是惯例了 你像跳水冠军熊尼 体操冠军杨威等等 离开赛场之后呢 都是直接做了官 当然了 摆在刘翔面前的路啊 不止一条 很多不走仕途的体育明星 在商业等方面也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你看前有被称为商业巨子的李宁 后有到纽交所敲钟的老理师 这事业呢 虽有大有小 但都是勇于转型 并在新的领域啊 闯出了名堂的 最近的例子呢 就要算是刘翔的那个老乡 姚明姚老板 保不定啊 刘翔啊 也会向老乡看起进军上街 当然了 还有一种这个说法 说这个刘翔退役后 也有可能会进军娱乐圈啊 事实上 自从他娶了一个演员老婆之后啊 很多人呢 就开始猜想 非人啥时候呢 能飞进娱乐圈 现在要退役了 那正是时候啊 据说刘翔的歌唱的相当的不错呀 那妻子演戏 非人唱歌 夫妻俩齐心合理 绝经娱乐圈 那也是挺美的 其实 刘翔的运动生涯 很难说 仅仅讲述了他自己 你能看到 对于这个体育啊 选手的态度 公众的态度 媒体的态度 官员的态度 在这呢 我们就想说 非人 他也是凡人 现在刘翔退役了 非人中落凡间 那无论他未来去向何方 都让我们呢 真心祝福就行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这个环球人物 文章标题 迪拜酋长家族爱搞世界之罪 说起这个迪拜呀 可能很多人脑子里啊 立马蹦出两个字 土豪 高端酒店 黄金跑车 几乎呢 都成了迪拜的标配 作为中东地区的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 这迪拜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迪拜成功的背后 有这么一个家族 那就是统治迪拜的马格图姆家族 这一大家子人呢 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干嘛呢 创造世界之罪 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执政的赛伊德酋长啊 就在人际罕至的沙漠地带呢 成功挖掘出了全世界面积最大的人工深水港 叫捷备阿里港 而现任的酋长呢 也就是这个赛伊德的儿子 穆罕默德 继位之后啊 也继承了他爹 对这个第一和之最的不懈追求 什么全球最大购物中心 全球最大人造滑雪场 最宽高速公路 最奢华酒店 最昂贵的赛马场 都奔奔 在迪拜出现 人家座右铭是什么呢 梦想没有极限 不过呢 人家虽然是大兴土木 却呢 并不是灰金如土 你像这个这个穆罕默德 在搞这些个世界之最的时候啊 他就一直强调环保绿色节约 和咱们这是一样一样的啊 所有的建筑呢 都必须要符合绿色建筑的国际环保标准 尽量的减少能源的消耗 对这些个建筑管理的也要求节约啊 而且啊 他搞这些个世界之最啊 还真不是为了炫富 而是想借此呢 来吸引全球的目光 所要引进资金 引进技术 引进人才 这不2020年的世博会 就准备在迪拜举办了 要我说 这个迪拜酋长家族啊 人家还有一个世界之最 那就是最爱搞世界之最之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杂志图片 武汉一农村修建豪华公墓 把北京天坛阴线的木塔三亚的南海观音都给克隆了一个变啊 里边的一个骨灰隔位要价两万 那也是停车位很难找 有一个段子啊 是这么说的哈 说开车在院子里转了一夜 没有找到车位 再转啊 第二天一大早呢 就转完了 直接去上班 虽然说有些夸张 但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那真是越来越凸显了 现在的小区停车位 那是一味难求啊 不仅正常的停车位被停满了 这小区的行车道 甚至是消防通道都被占满了 还有的私家车呀 直接就把那车停到门口大马路上 比如西安很多路呢 一到晚上双向六车道 被这个私家车呢 占掉了四条道 北京 北京的小胡同 两边都停满了私家车 中间呢只留一条缝 经常是堵的水泻不通啊 说起来 近些年 国内汽车保有量是不断的增加 但与之匹配的停车位呢 却相对的滞后 比如北京 目前汽车保有量 五百六十多万辆 可停车位呢 只有两百八十万 一半呢 郑州 郑州汽车保有量有一百五十万 但市区的停车位呢 只有四十万啊 这个还不到一半 供需呢 非常的不平衡 这边停车位建设不够 那一边呢 对现有的停车场的资源 又缺乏有效的利用 你比如这个南宁 一些停车场 由于悬址太远太偏 就导致呢 长期闲置 许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 他又不对外开放 到了晚上啊 利用率啊 非常低 有的小区呢 不是按照住户数量来设计这个停车位 而是呢 有意的降低这个配比 人为制造车位紧张 将停车位的来高价出售 为了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很多城市就在道路两边开辟了临时停车位 可你仔细看一看啊 你不难发现 这些个临时停车位啊 基本都划在酒店的医院的商场这些地方 小区的周围反倒非常少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酒店的商场周转率高啊 停一下就收钱了 马上就走啊 收一张位就多了 看着 种种因素这么一叠加 居民就只能冒着被贴罚单的风险 把车停在大马路上 有专家就说了 交管部门以罚代管 实际上啊 是让市民为滞后的市政建设买单 有违法治精神 停车难乱象 那么究竟该怎么治呢 相关部门恐怕要开除马力 想应对职策 否则处处都有可能变成停车场 继续说这样的话题啊 我们来看21世纪商业评论 有没有办法呢 你看这个文章标题 互联网已经诞生四十几年了 为什么停车这块市场还这么落后 如今咱们的衣食住心 都进行了互联网的改造 打车软件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打车难的问题 不过这停车难 似乎是越来越难了吧 而且还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其实啊 人们上班之后 他家里的车位呢 都是空的 为什么不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呢 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 单位的停车场 停车位到了晚上 不都空出来了吗 现在美国有一家创业公司 就准备啊 把大数据云计算 引入到停车业 互联网意思啊 需要以此来解决 停车难的问题 你看啊 罐头是1810年发明出来的 可是呢 那个开罐头的开瓶器 开罐器呢 等到1858年 才被发明出来 你看见没有 即使来得慢 但真正关键的东西 重要的东西 他还是会来的 停车业 什么时候能迎来他的互联网 开瓶器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黄山市招商影子 被骗3000多万的话题 10年前 黄山市经开区啊 引入了一个民航 职业学院的招商项目 不成想啊 这项目啊 竟然就是一场空手套白狼的骗局 为了填补这个窟窿呢 当地政府没办法呀 用当地的企业出钱倒贴了3500多万 说起来哈 类似的招商影子被骗呢 是频频出现 你像去年年初 甘肃永昌有一个占地5万亩 投资60亿年产60万头肉牛的这个政府的招商项目 结果被爆啊 什么肉牛啊 那就是个吹牛的项目 除了5万5D是真的 其他什么60亿的投资啊 60万头牛啊 都是假的 要知道啊 不仅咱中国没有年产60万头牛的项目 就是全球都没有这么大的项目 这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事 在招商资质审查的时候 却是一路的绿灯 真的是因为相关部门和官员那么笨吗 恐怕未必啊 舍不得政绩才是真的吧 你看啊 黄山经开区发现上当了 怎么办呢 就动用下属的国企啊 为这个项目啊 填窟窿出钱 甚至呢 还把一所学校搬迁到这个项目地址 以此来掩盖这个烂尾 他不是及时的悬崖勒马 而是死马当作火马一 如此的招商饥渴阵 怎么能不惹骗上身呢 来看最新一期的瞭望东方周刊 文章标题 湖南药品招标 砍价风波 前不久 湖南省组织了一场大型的药品招标采购 这一回啊 不同以往 卫生部门呢 特地邀请了60多名专家组成了一个砍价团 想要挤掉药价虚高的水分 可是没想到人家药企呀 不干了 组团抗议又是围堵专家还集体气标 有药企代表就说啊 药品报价本来就低于政府的指导价 现在又被这些个专家砍掉一半 咱药企心寒呢 药品行业协会呢 也认为这一次的砍价违背了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这个招标原则 这完全就是唯低价中标嘛 面对种种非议 当地卫生部门就表示啊 说这个居民基本药物的降价幅度呢 其实是很小的 主要还是临床的辅助药和仿制药 这些药的降价的幅度呢 比较大一些 说起来哈 药品价格虚高 一直呢 被人们诟病 按照规定 药品从生产再到最后病人的手中啊 一般要经过这么几个环节 首先呢 就是政府招标 只有中了标的药企呢 才有资格进入医院 然后呢 由医院来确定是否采购 最后呢 再由这个具体的医生来开处方 药品才能够到这个患者的手中 其中任何环节的加码都会导致药价注水啊 你比如一些原创药专利药 因为不受药品指导价的管理呀 所以呀 他要趁机呀 不要告假啊 再有就是呢 为了促使这个医生有积极性开药啊 一些医药代表用什么终生提成来奖励 像去年五月啊 长沙就爆出了儿童生长素激素啊 销售的黑幕 一些这个医药代表啊 用高额回扣引诱医生呢 开大厨房 甚至啊 他就站在你门口盯着你开药 有没有一种被击发凉的感觉啊 所有这一切 那最终的结果当然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一回 湖南首先就在招标的过程 这第一个环节来下手 算是治理药价虚高的低步 但真的想挤干所有的药价水分 恐怕呀 还需要对更多的环节 包括医院以药养医啊 医生吃回扣啊 这些个问题都要下狠手 看来治理药价虚高 咱相关部门必须得多下猛药才行啊 前不久一组图片在微博串红 这画面当中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 坐在马路边的石牙子上啊 吃午饭午休 要知道啊 这么一个季节 你像这个北方的气温 基本还在零度上下徘徊 看着孩子们顶着大风 坐在冰冷的路边吃饭 让人是淡淡的心酸 据了解 这些学生呢 都是来自吉林田家丙高级中学的 而他们之所以坐在路边来吃饭 纯粹是出于无奈 他们学校是有食堂的 以前呢 也是会给学生们呢 来提供午餐 可这食堂呢 偏偏又很不走心 饭菜嘛 做得很难吃啊 学生们不愿意去 就导致啊 这食堂啊 不干了 现在可好 食堂摇生一变 不给学生供应午餐 甚至呢 不对学生开放 是专供教师 那学生怎么办呢 哎 你们每个人 泡十块钱 统一来购买 由学校订的盒饭 那学生又不干了 咱宁愿出去吃 回家吃 也不吃你订的盒饭 可是你 你有张良济 我有过墙梯药 学校警戒上 又出台了一个补充规定 说午休时间缩短为半个小时 而且呢 静止将外面买的午饭打包到学校来吃 这不就出现了学生们蹲在外边路边上吃饭的凄凉场景 这就不禁让我们想到前一段时间 黑龙江某大学为了倒逼学生到自家食堂吃饭 竟然呢 气高了围墙 禁止外卖入校 就引发了一出这个商家爬墙送外卖的感人成景 照理来说哈 吃喝拉杀碎 那都是人的基本权利 学生呢 自然也不例外 可有些学校 却偏偏把这整成了一出宫廷剧 校看学校和学生如何斗智斗勇 还美其明月是维护校园秩序和安全稳定 保障广大同学的饮食安全人生财产安全 你怎么保障呢 学生们不吃还要逼着吃 甚至不惜逼着学生到路边蹲着吃 要我说呀 学生在路边吹着凉风吃午餐 凉了饭凉了肾子 恐怕也凉了咱们的教育 前不久 山东省教育厅出台了中小学教学这个基本规范 对中小学生的书面家庭作业呀 做了具体的规定 其中有一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说呀 为了保障学生的睡眠时间 这学生完不成作业呢 可以由家长出一个证明 这学校呢 教师呢 就不得追究学生的责任 诶 乍一看 这规定还真是蛮人性化的 只要家长出一个证明 那就好比是手握了上方宝剑 再也不用担心 作业没有完成 去学校会点名批评 不过 只怕这么一把剑 不一定有那么灵光啊 您要知道了 在咱中国的家长心里 好好学习 完成作业 那就是孩子的头等大事 为了自家孩子 能名列前茅 很多家长啊 巴不得给孩子啊 报一大堆的什么补习班的 更别说 本来就是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了 万一因为哪道题没有错 下一回考试正好就考到这道题 你找谁哭去啊 所以啊 这种证明 有些家长 那是不会开地 再者说 作业量的多少能不能完成 其实蛮难界定的 有些孩子呢 基础不大好 再加上呢 做事比较拖拉 性格比较慢 他本来一个小时能做完的 他呀 得要两三个小时 这个时候 你让家长出一个证明 非但不利于养成他良好的学习习惯 反倒容易助长孩子的惰性 那就会影响到他今后的品质锻炼 学习生活呀 说起来哈 教育部门出台这么一个规定 还是为了给学生减负 出发点 那肯定是值得点赞 但想要真正给学生减负 关键还在于学校 在于老师 你能不能在实际教学当中 英才失教 能不能根据学生的整体情况 来把控好作业的质和量 否则 学生完不成作业 家长可以出证明来担保 那请问 在教育的质量 该如何担保 接下来是瞭望东方周刊 来介绍几个瑞词 第一个瑞词 木部辖街 说这个前不久 这个浙江的这个蔡女士啊 去这个桂林呢 旅游 一路那是好山好水好风光 那真叫一个硬洁不暇 目不暇街啊 那眼睛呢 就跟着这个风景呢 一直这么低溜溜的转 可是没想到啊 这转着转着 那真就目不暇街了 什么意思啊 视网膜脱落了 人家眼科医生就说了啊 上了年纪的人啊 如果你用眼过度 眼球活动太过于激烈 情绪又太激动的话 那还真就有可能 像这个蔡女士那样 目不暇街 瞧见没有 风景再好 优着点看 好 下一个瑞词 公交狂躁症 也不知道大家平时啊 有没有注意到 好像一上到公交车 一起到地铁里 某些个西装革里的声势啊 风度翩翩的 这个声势啊 可能就因为一些小事 被别人挤了一下 撞了一下 他就大骂出口 大打出手 而一些个白衣飘飘的 淑女也有可能 为了一个座位 就和别人呢 大开骂战 您注意了 他们呢 有可能得病了 犯什么病呢 叫公交狂躁症 那一些人 平时是温温而雅 可一上到公交 一来到地铁 那立马就变了一个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心理学家就解释说了 说上下班乘公交的时候啊 刚好是最堵的时候 那心情呢 往往也比较的焦躁 再加上公交是个公共场合 这心理学上啊 有一种社会干扰效应 别人不斯文 咱就也粗鲁 要我说 下一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咱不妨啊 在心里念这首诗 世界如此美妙 我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不好 下一个路词 GPS求婚 前不久 咱节目说过一个叫 入冬求婚 就是用牛肉卷呢 做成玫瑰花来求婚 今天呢 咱说一个更绝的 说上海 有一位张先生 带着女友呢 用自驾和步行的方式啊 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呀 他还用这个GPS呢 记录下了两个人的足迹 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秘密 他呢 在电子地图上将两个人走过的地方 哎 连成了线 这图案竟然就是一个英文嫁给我 还有一颗爱心 原来啊 这哥们事先已经规划好了环游的路线 利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向他女友求婚 那堪称是史上最强告白呀 GPS求婚行走的是爱情 目的地是美满的婚姻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年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